袁龙,既COS女仆,捆绑配后,又出摇琴术,袁龙的才艺表演真上头。 想必没有哪个国骂能有动画袁龙这般花式整活,每每看到袁龙,首先看到的字眼就是上头,但是动画到底哪里让人上头,五个字就能说明。 哪儿都上头。袁龙不尽剧情上头,角色上头,武器上头,就连日常细节,甚至是一言一行都让人上头,而最让人上头的就是花式整活和疯狂玩梗,简直目不暇接。 正活可归类于角色上,玩梗则归属于剧情上。 对于玩梗,我们简单地说一下,之前最出名的梗来源于影片《大话西游之大圣曲亲》的名场面,可以说是如出一辙,至于其他的梗更是不胜美举。 因此袁龙也就套上了一个有梗必玩的头衔,而每一个梗,在结合袁龙的搞笑的爽文剧情,看过后十分上头。 不过,剧情看多了总有失去兴趣的一天,更何况如今爽文改编动画大型奇道,所以袁龙想要脱颖而出,就必须要另必蹊径,如何围绕观众的兴趣进行展现才是重点。 于是开始了花式整活。 第二季开播以来的整活手段较低一季来说,明显多了两倍不止。 这其中不只是高瑶和强违的女仆Cos,还有唐小和绿温侯的特殊关系,都成为了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重点讨论和称道的对象。 必须承认,动画猿龙将观众的兴趣研究得十分透彻,而且还是变着花样丸,当发觉观众对一个失去兴趣后,立刻就安排下一个。 现如今,动画猿龙已然成为了满足观众兴趣的才艺表演,当然,作为观众的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,上头的感觉更甚从前。 有意思的是,在继Cos女仆之后,高瑶被戴无忌抓走,为了威胁王胜,戴无忌将高瑶绑在了树上,更离谱的是在捆绑Ply之前还给高瑶换上了女仆装,一时间这一情节引起了观众们高涨的讨论热情。 有理由怀疑这是动画官方有意为之,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兴趣,毫无疑问,戴无忌只是动画安排的被郭霞。 就这样,作为观众的我又被迫上头,时至今日,看袁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期待剧情了,反而是期待下以及袁龙又会安排怎样的才艺表演供大家欣赏。 这部,在本周六的剧情《中原龙又》上演了一出摇钱术。 遭人围攻的王胜一边要对付来犯之敌,一边又要照顾好被捆绑的高瑶,双拳难敌四手,无奈之下王胜只能散财荡灾。 毕竟前来追杀王胜的人都是为了求财,所以王胜让高瑶拿出自己在无忧成传的所有金币。 因为高瑶还被捆绑着,而且又是掉在树上,所以金币也就从树上源源不断地往下落,结合高瑶的名字,名场面摇钱术出现了。 剧情发展到了这里,已经不需要再怀疑动画圆龙的整活能力了,每一集都会有新的才艺表演,每一集也会给观众不一样的精彩体验,这已然成为了动画圆龙的乐趣所在。 所以说,剧情什么的早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,重要的是对圆龙整活的认可和圆龙又要整什么活的期待,所以,一起期待下周六圆龙的惊喜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